基隆捷運的爭議,交通不又出事公文,說他們早在10月22號就已經會訪過北市府 而且當時北市府說這個陸線沒有意見 我也用 對我們台北這一段當然沒有意見 其實這也不甘我的事 只是這樣,現在如果蓋基隆捷運,它沒有基隆 所以從八度到基隆那一段,人口最多的地方反正用不到最好捷運線 如果它當作繫紙民生線的東沿段 問題是我在議會已經講得很清楚,我現在台北市全部的地方都拿去蓋環狀線 我們現在沒有時間去,沒有辦法去處理繫紙民生線 繫紙民生線沒有處理的話,你先去蓋它的東沿段 這個很奇怪,其實我相信黃國財整個交通部也知道問題在哪 只是說他們常常就是政治上的需要,現在不得不做 只是說這個也不是幾百億可以解決 要花這麼多錢,在經濟效益上要能夠解釋 在專業上能夠解釋 可是這意思就是他們有來溝通,但是你沒有表示其他家人 不是啦,我跟你說,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要講嘛,就台北那一段,我們只有在一小段1.9公里,1.多公里,我們大概沒有意見 但如果知道這蓋環以後效能不好了